一到七、八月又是旅遊旺季 有沒有發現我們多說去旅行 你的社交平台就不斷彈出這類帖給你看? 由酒店自助餐 又可以坐直升機由香港 只是一千元這麼抵 正啊! 慢著 有沒有這麼大的甲子隨街跳 在夏天食物中毒的新聞特別多 除了食物變壞 食物的來源都有機會令我們病重口入 Debbie你記不記得我們都曾經報道過 有市民在不乾淨的水域釣魚 或者拿些海螺來吃? 當然記得了 其中有一位女士在防波台執取 險象還生 最大問題是醫生說那裡的海螺 很大機會受到污染 吃了的話有可能會食物中毒 自己執取的有風險 在街市買的原來都有機會會出事 日前有兩位市民進食精角螺之後 懷疑出現神經性倍淚毒素中毒 在數分鐘至約三小時之後 出現舌頭刺痛、嘔吐和輻射等症狀 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初步調查 有關的角螺是在街市的海鮮檔購買的 不少市民都喜歡食螺或貝雷水產 不知道聽到中毒事件之後 會不會減少食用呢? 有沒有聽過最近有人吃螺中毒? 沒有聽過 那會不會擔心 真的有單新聞這樣出了? 會的 擔心些甚麼呢? 那你不知道那是甚麼螺 還有來源地在哪裏 因為螺不清不楚 我是不敢吃的 我一直都擔心 擔心些甚麼呢? 敏感 知不知道呢 如果真的要買這些貝殼類的產品 可以怎樣處理嗎? 怎樣處理? 那就洗乾淨去吃吧 洗乾淨就煮熟 拿點鹽水浸一會兒就拿鹽去洗乾淨 就是要擔心些殼 那有沒有試過去吃過一些貝殼類產品 還是有甚麼不舒服? 那些海鮮? 是呀 暫時沒有 食生蠔試過 試過怎樣呢? 又蛤又好 好像胃痛 沒有不舒服 很蛤 網絡有人說 花螺、紅螺、福壽螺、植民螺、翡翠螺 都被稱為五大高危螺螺 就算煮到熟一熟 都會有機會中毒 那街市的海鮮檔 又有沒有出售這幾款螺呢?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會買甚麼螺? 有海沙螺、釘螺、田螺、石螺 有沒有聽過一些高危的貝殼類 或者有螺類的產品? 沒有聽過 我通常都很少買 我想問是否有些螺類都會比較高危 可能毒素會多一點 我想可能他們未必煮熟 就是盡量的貝殼煮熟會好一點 毒不毒素很難淨 這些東西看過人的抗體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神經性的貝殼毒素在自然的情況下 可能存在於雙貝殼的體內 攀煮並不能消除這種內熱的毒素 如果市民食裸之後出現中毒的症狀 第一時間又應該怎樣做呢? 我想問在香港 常見的貝殼毒素有哪幾種? 主要有四類的 第一類是神經性 第二類是下理性 即是人們會肚痾 第三類是失憶性 第四類是麻痺性 其實它的症狀也有些類似 神經性有可能會口會麻痺 然後會肚痾 會肚痾 會肚痛 如果昨天說下理性 主要是肚痾 即是痾痾為主 腸胃不舒服 然後失憶性 會令人有些混亂 會忘記了一些東西 那些情況 最終是麻痺性 除了口麻痺之外 有機會是手腳都麻痺 最嚴重來說 可以令到呼吸 即是連肺肌肉都麻痺 呼吸真的可以死人 在網上就說 有些裸類是高危的裸類 例如紅裸和花裸 這些裸類是否特別高毒素 其實不是裸本身有毒素 其實這些貝殼毒素是怎樣形成的 其實就是海面 譬如很多海藻繁殖的時候 譬如是紅潮 這些海藻會分別毒素出來 剛好在那個地方 有些海產 例如是貝殼類的海產 譬如有些蠔、青口、帶子 這些蠔 只要在那裏便會吸毒素 吸毒素 正常來說 海產會慢慢排走毒素 但如果你想想 整個海都是毒素的時候 它不斷吸 根本都排不走 因為剛好那些時間 那些人拿來吃的時候 就會中毒 所以根本就不是裸本身有毒素 而是因為海面有很多毒素 如果市民真的很喜歡吃蠔 怎樣可以減低這種貝殼重度的風險 最重要當然是去一些有信用的地方去買 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蠔裡面有毒素 其實它怎樣煮呢 它都清除不了毒素 第二個就是不要吃太多 因為它的毒素是累積性的 第一次吃太多 如果它累積很多 重度的風險就會高很多 每逢8月份都是外游高峰期 尤其是今年 疫情之後 不少人都趁著放暑假出國旅行 我身邊的朋友趁著這個暑假去玩了兩回 除了去外國旅行 香港暑假其實也有很多活動 逛山出海 香港有很多地方都很好玩 對 不過如果你打算買本地遊的套票 就要小心點 有觀眾跟我們說 他看到有人在社交平台 力銷直升機遊香港的套票 坐完直升機 還可以探望酒店自助餐 價錢也只是一千元 喂 有沒有這麼大的甲子隨街跳 一去到七、八月 又是旅遊的旺季 有沒有發現我們趕得多去旅行 你的社交平台 就不斷彈出這類的post給你看 又酒店自助餐 又可以坐直升機遊香港 只是一千元這麼抵 正啊喂 慢著 有沒有這麼大的甲子隨街跳 我們自己聽到一千元 可以坐直升機 又可以坐直升機 不用自己坐 我不會坐 因為我平常都有看好 一些價錢是多少 很少會坐 可能自己會坐 比較一下才會坐 不會 為什麼 有沒有這麼 人家說有沒有這麼大 就合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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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不會 如果你說你 直升機加上去半島吃一個午餐 還是什麼 我想起碼要兩千多了吧 因為你一去澳門 直升機都一千多了 我不會在網路買的 我會直接是walk in去 要不就打電話去訂 就是這樣 我們上網查過 這類直升機暢遊 兼食了酒店下午茶的投票 兩位收費 原來要一萬六千多元 當時張小姐真的以為撿到寶 還打算可以還事多深遠 我之前去那裡坐過一次 我覺得很漂亮 看回來 看回來 那時候 我覺得香港還不漂亮 香港飛上去 因為香港的地步是熟悉的 你會見到 很興奮 你見到什麼大廈 見到誰來 見到誰來 很興奮 六年一時就很想坐 但是那次就找不到你和我坐 打燒了 一定是沒有喝過 再坐 現在這次就見到 哇,很棒 這樣 不過幸好她冷靜下來之後 想想就發現不對勁 正當我真的拿假的時候 就想深一層 一千元真是 半腦吃個Tea都幾夠水 哪一千元 有費都虧了 本人的年紀是五十多歲 我的同事都五十多歲 那些中年婦人 網站就不太識分 不知道真還是假 我叫我另一個同事 她家裡有一兒一女 二十多歲 年輕人 不如叫你這兒子 幫我看看這個網站 是怎樣 一堅定流 她兒子一看就說 地址都不長 沒有樓層 什麼都沒有 之後她們就說 大多都是假的 我同事的女兒就查到 坐視線機不太貴 怎麼這麼便宜 搞定都是騙人的 酒店回覆說 她們都留意到有幾個網上 假務旅行社專頁 在未經她們授權下 以酒店名稱、相片和內容 向公眾銷售虛假的酒店住宿套餐 她們已經向有關平台反映 要求移除相關貼文和專頁 而為保障客人的權益 她們建議客人透過官網 或者授權合作夥伴 進行預訂 幸好這位觀眾最後沒有上檔 沒有被這些騙徒得逞 這些騙人的page 真是多不勝數 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她們全部消失 稍後回來 繼續一線搜查 在漁蘭勝會的會場 會搭起幾座竹盤 用來進行不同的制製儀式 和上演神恭喜 這就是特地在福建下來的 劇團表演神恭喜的日子 見她們都整裝待發 狀態非常好 經常有人踢爆這些騙人的page 但為何總是踢之不盡 警方也有留意到這類情況 也不時向社交平台舉報 在過去半年 她們已經向平台提交超過5200個 涉及詐騙的專頁 當中有九成半的page 已經被剷走了 張小姐醒目 最終沒有上檔 她還打算合同朋友 踢爆這個page 我都是不對勁 之後我就叫我同事 你試一下 在Facebook挑戰她 就說哪有這麼便宜 他們升機要幾千元 怎樣怎樣 這樣說 這條說完馬上就幫了同事 被人踢爆之後 就block了別人的account 都是騙圖常用的手法 我們甚至發現 有網民在社交平台分享 說自己想舉報這類page 竟然顯示系統錯誤 亦有人說 就算舉報了社交平台 都說沒有證據 其實看回 除非是有第一個 叫做受害人報案 說她是作為買家 買了之後收不到貨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就很難可以一概而論 這些專業的擁有人 其實就進行一個詐騙活動 警方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說 如果他們收到市民報案 會即時向平台提交資料 但最終會否移除帳戶或者貼文 就要視乎平台的條款和政策 如果就這個facebook為例 其實我們警方在過去半年 總共在facebook提交了超過5200個 有關一些涉及到詐騙的專頁 就讓他們去檢視 我們都發現超過9成半 到最後都是被facebook移除 根據警方6月份搜網者的公佈 他們曾經在短短一個星期之內 收到130宗網舊騙案舉報 當中第一位是關於買演唱會票 和主題公園門票 第二位就是這類酒店和旅遊套票 如果是暑假的時候 可能多了一些家庭客 就會去出國旅行 這條騙徒也會順應潮流 可能推出一些所謂虛假的 一些旅遊套票等等 希望盡量詐騙 我們也開始留意到 可能有些關於手袋 電子產品等等的詐騙 都有這個上升的趨勢 暑假的確是騙徒 收旅遊套票的高峰期 張小姐回想當日差點上當的時候 騙徒相當進取 每天都是這樣扯他 一、兩天都找我 一、兩天 有時候想到哪一天去 我就問我 我就說我要安排一下 然後就問你多少日 最後一次就問我 你安排什麼時候 那時我拯救了同事 已經說他是拯救了同事 我就說 對 我還是不去 有風險這樣說 我要有風險的意思 其實就是 我覺得當然是有 Gaming Art的風險 他就說 他回答我 其實不用怕的 我們很安全的 我們這些機器 是用什麼機器 幫我們買保險這樣說 當日想握張小姐的page 現在已經找不到 應該被人踢爆了 但是一雞死一雞鳴 在社交平台上找一下 一千元坐直升機的鐵文 就發現有幾間專頁 他們post的內容、相片一樣 只是段落的次序掉了 咦?看看下 我們還發現其中一間 個名是康泰旅行社 什麼康泰不是已經收拾了嗎? 康泰 康泰那些 康泰收拾了 康泰收拾了 對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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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他收拾了 所以現在這些 我通常都不會相信Facebook 我通常都找自己旅行社的朋友 對 康泰旅行社在去年10月底 宣佈啟動自行升盤程序 康泰旅行社已經全線結業 我們看回這個冒映康泰的專業 讚好人數和Follower都只有這麼少 聯絡方法又不清晰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上當 中國有不少傳統節日 我覺得剛剛過了個七席都挺有趣的 因為它是專為女性而設的 我聽長輩說 以前未結婚的女生會準備 煙脂水粉去拜七者求姻緣 傳統習俗還有聯繫社區的作用 就像接下來的餘蘭節 重頭節目神功戲 今年有得看了 踏入農曆七月 大家除了會常常聯想到 怪力亂神這些東西之外 相信在不少地區都會看到 也有餘蘭盛會的海報 到底會上表演的神功戲是甚麼東西 你有沒有聽過餘蘭盛會 有 是甚麼來的 餘蘭盛會就是專門 那些拜祭那些 遊魂野鬼那些 你有沒有看過會裡面的神功戲 小弟哥那個時間 都有的 他們很大型的 整條街都是為了這個 盛會來做戲 燒衣 做得很大的 神像在燒的 當時小朋友的時候覺得怎樣 我們甚麼都不懂的 街坊也是在那條街那裡住的 我又見到他們是這樣 好像很高興那樣 走去玩而已 很熱鬧的 都很開心的 很開心 這些應該保存 就是拜仙人而已 好像外國那些 Halloween那些 我小時候看的 但整個氣氛是怎樣的 很多人在這裡 男男女女 小朋友很多 在棚底捐來捐去 那你小時候看的時候 就是開不開心呢 很開心的 大家一起看 農曆7月14日是盛蘭節 大家都知道了 相傳在農曆7月初一 就是鬼門關大開 到7月30日才會關門 所以盛蘭盛會 就是因為這樣而出現 這個盛會 一般是由三個環節組成 分別是請神、神功器和派米 在漁蘭盛會的會場 會搭起幾座竹棚 用來進行不同的祭祀儀式 和上演神功器 其實神功器 自古以來 都有用一些戲曲 作為一些祭祀的一個部分 大型的春秋儀祭 或者一些神誕的節慶 都會看到別人搭一些戲台 戲台會向著那個祠堂 以及向著一些廟宇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演戲給祖先 給神明看 一般的朝劇和余蘭節的神功器 有甚麼分別 如果說一般朝劇 我們當作欣賞 裡面的元素 就有些譚情說愛 就是晴情塔塔這些 在裡面 如果用來做公共神明的 那些朝劇的神功器 通常以忠義、人孝 這些元素比較多 那些劇名 通常一般我們叫斬皇袍 楊門女將 這些都是很平常去宮殿 玩一個神功器 其實需時大概要多久 最小的時間 都要起碼大半年 因為為甚麼 第一 很現實一定要籌錢 籌錢 籌錢就要安排租用場地 接著就要製設物品 裝飾 要預先去訂 接著又要請戲班 請佛寫經司 到最後的話 安排便搭行 有很多人就問這個問題 神功器棚 前面那一陣子 很多時候空了出來 會不會是給靈界 或者好兄弟去看 其實那一陣子 就是留給我捐錢 那些香薪 給他坐 他們一般就沒有說 要跟你說 我何時會來看 因為往往這個活動 都要靠他們支持 如果來到的話 沒有一個座位給他看 那真是 將來日後再和他籌錢的話 就會困難很多 其實我們來到遇難勝會場 對著很簡單的 拍照可以 但是不要納亂去說話 或者他有些佈置擺設 不要用手去碰他 或者搬動他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大禁忌了 這就是特地在福建下來的 劇團表演神功器的日子 見他們都整裝待發 狀態非常好 今天晚上就叫那個太者護國 是關於什麼呢 團地出征了 家裡面就留下了兩個老婆嘛 一個正公 一個西公 正公的就生下了小孩嘛 那個西公就想害他嘛 那你等一下表演有什麼心情嗎 把節目養好嘛 把自己這個角色啊 養好 給觀眾看到有一個好的印象嘛 每年的七月份這個節目啊 這個都是炒手人 大家日日鬧鬧嘛 平平安安 我表演的是一個西公 是關於什麼呢 我就是房地的小老婆 那你就是等一下要表演了 心情怎麼樣呢 嗯 開心啊 就是說難道是香港來旅遊一下 也不錯的 對表演有什麼期望嗎 嗯 當然就是希望演好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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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今天會過來看神功戲呢 不可能不來 是 是 潮州人是喜歡看的嘛 是 以前會不會也有過來看看 有啊 那你覺得今年這個劇怎麼樣 好看嗎 挺好的啊 那些東西全部都… 我都看過了 那往年的漁蘭勝會 會不會也說過來看看 然後看看神功戲參觀一下 有啊 不過這幾年就沒有了 現在才開了 多好的熱鬧一下 還有都知道文化那些東西都OK的 我們本身是潮州人嘛 所以這些是潮州的習俗嘛 那就是過來 是 那就是看看而已 因為今年又新開了 所以就一次來看看 那覺得氣氛怎麼樣呢 今年的氣氛好過之前那一屆 是 今年起碼多了很多人在這裡看電影 小朋友呢 為什麼會過來看呢 因為 爸爸說我應該要來看看 因為我們都是潮州人 所以想來支持一下 其實農曆七月 並沒有大家想到這麼可怕的 而神功戲更加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是很值得大家 將這項文化好好保育 和成全下去的 下星期就是餘蘭節了 家家戶戶都會燒街衣 我都會陪同家人 一起預備製品 和下街燒街衣 大家記得要去指定的地方 和小心火腫 至於報料 歡迎WhatsApp去 6896-0931 下星期一繼續一線搜查 在世時, 死慳死底 餵的可能只是一個幾百呎的安樂 離際後, 又要煩 找不找到一個骨灰鵪位 為了應付市民 對於處理骨灰設施和服務的長期需要 政府除了增加公眾骨灰鵪位供應 也加強了私營骨灰安治所的規管 生前等上樓, 死後等上位 家屬越越交租, 被先人暫居 深入探討, 一線搜查